原标题 日媒报蒋进夫监禁生活 独居五平米小屋 作息和饮食被严格把控蒋进夫的家暴事件 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 最终是以蒋进夫在日本自首结束的 虽然事情已经尘埃落定了 但是现在日本的媒体 依然在持续关注蒋进夫事件 蒋进夫在自己事业的黄金期 依然决然的决定去日本深造 没想到最后竟会是这样的结果 最近日媒又报道了相关后续事件 在检察官决定是否起诉之前 作为嫌疑人的蒋进夫 将在东京居留所至少待十天 这段时间 他的一日三餐和作息都受到 严格把控日媒还表示 如果与被害人达成和解 也有很大可能被不起诉或者直接释放 不过蒋进夫的女友曾经公开 表示自己不想要达成和解 其实两人大可不必这样 感情是你情我远的何事情 如果接受不了对方的价值观和生活习惯 可以选择分手 完全没必要大打出手 据悉在蒋进夫刚被逮捕的时候 就有媒体询问过蒋进夫的司法程序 将会是怎样的 有官方面回答嫌疑人 会先被拘留在警察厅的居家处 在两天内会被送至检察官处 起诉之前会先在拘留所被关押十天 今天蒋进夫的监狱生活曝光 也印证了有官方面所说 日媒爆料出蒋进夫现在被拘留 在环境比较好的东京拘留所 因为是名人的原因 所以给他了一个单间 但是活动范围也不是很大 只有有限的五平方米 在这五平方米里 生活用品一应俱全 马桶和洗漱台的摆放位置 还是比较合理的 毕竟蒋进夫现在还没有受到最后的审判 所以不算是一个犯人 不过生活作息和饮食方面 还是需要严格的惯控的 蒋进夫每天都要在六点左右起床 经过简单的整理之后 需要接受检查和吃饭 接下来的时间 比较自由可以做些运动 到了中午和晚上 都要规定时间吃饭 果实方面主要是以米饭 为主食 蔬菜和肉都有 对于普通人来说已经算是可以了 不过对于蒋进夫来说 就是粗茶淡饭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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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